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有时候你是自然的 马上就起来了 看到红的我不喜欢 那马上就起来了 是吧 我喜欢黄的不喜欢的 那么一刹那一生起的时候 那个你不要去分 不要给它下任何定义 也不要去给红的定义 也不要给自己的状态定义 就关于红的所有负面信息 因为为什么你会不舒服呢 当你看到一个红杯子的时候 你心里边 因为这个红杯子而生起了 这是个圆 触动你生起了种种负面的不开心的事 就是那种境界啊 想起了那些过往的经历啊 想起了一些创伤啊 伤害啊 负面的东西 那么其实这些想起来的东西都是法相 就是出源起法相 让你苦的不是当下这个红杯子 是你想起的那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是不自然的想起 马上就想起来了 那你首先保持不动 然后觉得就是 些不定义不分别 然后慢慢慢慢有一天才里边不生 当你看到这个红杯子的时候 里边不再生起这些东西 就是不生法相 开始是从不分别动静 就是二个月都不分别动或者静 动静二相 然后才是动静二相在心里了然不生啊 就是不分别这些的红的蓝的定义 不分别这个人是 然后才是这些四个人 无法勾起你的回忆 无法勾起你的想象 所以这叫不生法 当你心里边这个达到不生法相的时候 你就回到了真空的境界 回到真空的时候 你就能按住在如来的空性里面 这个时候所有的烦恼和痛苦 就不再出生了 就是你就彻底的从烦恼里解脱出来 就是达到不生法相 那就金刚经理别说了 但是这个过程先要从一个状态开始进入 保持绝 那个绝不只是包括不定义外在的也不定义内在的 就是这样 不定义那个绝是怎么样的 你绝知道什么了不定义 你只是知道 你叫他小心眼也没问题 小心眼就小心眼 是吧 大些眼就大些眼 不过就是大小的问题嘛 是吧 不过就是个起心动念嘛 没关系的 保持看着他 看着他就是修行 就像在闻声一样 听着他 照耀也罢 静也罢 动也罢 只是两个声音 你这边 动静是本来没有什么的 你被他打扰了 是因为你里边生出了动静二相 其实动静本来无相 是你心中生出了关于动静的种种相 种种信息 所以被他打扰 人跟四五九 人跟四 他做的 他是什么 并不重要 是你心中生出了 生出了种种负面的信息 所以才会 才会觉得自己小心眼 大行眼啊 什么等等 并不重要 我们的状态是牵插外面 我们的状态这一生 就算你一个小时之内 可能呈现无量无边的状态 这些状态 在我们每个人的身心世界 会呈现出来 并不重要 你就是这样的 我们是三界 我们是法界 法界里边 贴阴了黑了 你看一会儿贴挺了 一会儿阴了 一会儿要下雨 一会儿刮风 我们的身心世界也是这样的 最终我们是不要被他打扰 我们的身心 可以呈现一切状态 但心清净无然 就是 就是不生 就是 我觉得不生法家是最容易表达这个状态的 就是没有东西可出生 无生 就正如无生法人 这就是那四个字 就是没有东西从这生出来 但是现象还在那 但是你心 你的心没有东西 这个心已经平等无然 然后你就走遍法界 就是无处不在 这个需要有个方法 就不断的凶 刚开始不行了 刚开始 先是我们心在分别 一动一对心就分别了 动 静 只要你一分别 法效已经在心里边生出来 喜欢静 不喜欢动 喜欢好的 不喜欢坏的 喜欢红的 不喜欢黄的 喜欢蓝的不喜欢等等 全生出来 为什么你喜欢黄的不喜欢蓝的 喜欢冻型的 喜欢金不喜欢冻 不喜欢冻 并不是你不喜欢那个冻或者那 或者是那个东西能引起你信息 负面的或者是什么信息 让你不喜欢那没关系的 这个需要一段时间的正如 光说是没用的 光说它就生出来 是不是看到一个事情 我们能复想脸皮 能把生生世世的那些信息抖出来 抖落出来 一个出院就完了 就缺 从小到大 所有的伤害 所有的委屈 所有的东西 全部倾斜而出 一点点出院 就缺出来了 只要对着你那个 钥匙 对着你那个 锁开一下 就完了 所有的委屈 确然 它不是说针对 其实我们不是小心眼 我们不是小心眼 只是我们正好对眼 因为我们的伤疤 最痛的那个地方 然后 所以 其他有些东西 有些人觉得 哎呀我在这个世界 很多是我无所谓的 但是恰恰这些 鸡毛蒜皮的小时候 我们怎么就校正上了 因为在那一刻 你还没毕业 那一刻目 你没没几个 在这一刻 我们一直在学习 所以我们 成道就在这一刻目上 就是别的都毕业了 不算了 就这一点不行 嗯 当你当下觉得小心眼的时候 当下 当下保持这种 马上入定 马上进座 马上坐在那 马上把你的注意力 转移到以前的茶水上 当你觉得 心里已经浮小连篇的时候 马上把你的意念 和专注力转移到 活在当下 用当下的射受 来清理那些信息 给你代给的影响 然后呢 当下就去 因为当这一刻 这一刻 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一刻 这一刻什么也没有 知道吧 这一刻除了我跟你聊天 什么也没有发生 那么 这一刻所有过去的 未来的都不存在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它消失在风中 未来的还没有来 那么这一刻 只有茶水 只有茶杯 只有我跟你 你只有在座的诸位 然后还有一些 有倒茶的 就是把你的注意力 转移在当下 这个是最快的 迁移回来 既然有东西 在迁移你出去 那么让自己 让茶水 迁移你回来 那当下的这些 吃喝拉扎水 当下的这个行为 迁移你回来 然后 因为这也是一个修行 你迁移你回来 就是 你一定要努力的 让自己知道 清楚的 然后摇摇头 看到一些这个茶杯 看到 然后瓶到茶水的味道 有时候 心里不舒服 你可能喝的茶水都是苦的 没关系 继续瓶 一定要让它瓶出铁碗来 知道吗 然后呢 让你的心态回到当下 回到当下 喝水 看茶 然后去看水在泡茶 周围的人的状态 什么这样子 努力的从这个事件 生生世世 很多行为 很多人 很多事的 这些 很多概念的 这些状态里面 走出来 是 导致 但是 大家 似乎 有什么 不 有什么 或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